睡眠可以消除疲劳,恢复体力,保护大脑,恢复精力,增强免疫力,看复激起,具有促进生长发育,延换衰老,促进长寿等作用。 正如白志一的闲眠医师中所说,比较闲眠百病消,竞争加剧,工作和学习压力增大,再加上家庭不稳定等诸多因素的困扰。 建议的睡眠逐渐远离,想睡着睡不着,想睡着没时间睡,失眠来袭,成为了常见的临床病症。 失眠有很多种表现,首先睡眠时间肯定是不足的,一般少于6小时,醒后无睡眠后的恢复感。 其次是会有入睡困难,睡眠中途异性,早醒,睡眠质量差等表现,再有就是白天会出现如疲劳或全身不适。 注意力,注意维持能力或激励解退。 学习,工作或社交能力下降,情绪波动或易激热,日间自睡,情趣,精力解退。 工作或驾驶过程中,错误倾向增加,紧张,头痛,头晕或于睡眠缺失有关的其他确体症状。 其实,我国子谷的睡眠就很有讲究,有路有时为正,此中与实在相望,华山处事如熔剑,不逆现方逆睡榜。 还有许多流传下来的睡眠法则,比如睡不厌醋,绝不厌书,比如夜有常洗闭口,比如先睡心,后睡身,等等。 虽然由于现代生活状态与古时的差距,许多法则都不再好用了,但仍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在家里使用的。 一逐步造成身心状态,假以示约,帮助失眠者改善失眠的症状,摆脱安眠药物,放松,终于讲究天人合一,睡眠也要达到顺时而眠。 这里的顺时而眠,不仅仅是说随季节,昼夜的转换,而调整睡眠时间,而是说在现代生活节奏加快的情况下,要主动的调整身心状态,营造合适的环境。 以配合昼夜的转换,达到静心状态,闲睡心而喉睡身,一逐步松弛法,躺到床上,不要强迫自己入睡,而是找到一个舒适的姿势,想象身体从一端到另一端慢慢放松,从头到双脚或从双脚到头都可以,同时将注意力放在感的感受上。 感觉松弛的状态,怎样从一个部位流向另一个部位,将自己带入深层次催眠状态。 二想象法,以最舒适的姿势握于床上,闭上眼睛,在深呼吸三到五次的同时,脑子开始根据个人的不同喜好,想象自己最喜欢的场景。 所选的景象要安静,相和,如金色的沙滩,平静的海面,紧密的月夜,辽阔的草原,远处的白发道。 同时,可以配合小烟量舒缓的音乐,也可以在网络上找一些催眠入睡的引导语,帮助想象,组织,尽量寻找并体验安宁,舒适,放松的感觉。 三呼吸调整法,同样握于床上,准备最舒适的姿势,调整呼吸,深深的吸气,吸到腹部,再慢慢的呼出,每一次呼吸时,慢慢的把空气吸进来,将空气进入肺,当背不出满空气时,稍停顿下,然后吐气,感受吐出的气经过胸腔,伸展全身肌肉,并放松,放松疗法古有记载, 明末清出曹停动总结为操,动二把。 这些方法的目的,都需要做到先睡心。 学位质押,在家里,可以通过质押相关学位,达到疏通气血,改善睡眠的目的。 以安眠学,安眠学在后颈部,崩池学与一风学临线的终点。 崩池学在枕骨质下,胸锁入突击与斜方机上端之间的凹陷处。 大拇指,中指自然的放到枕骨两边,轻轻的滑动到后,枕骨有明显的两个凹陷处即为风石学。 以风学在耳垂后,当乳突与肖和骨之间凹陷处,耳垂微向内折,乳突前方凹陷即为一风学。 方法,用同侧食指,安揉同侧安眠学,由轻到重,至只要处产生酸麻重胀感为佳。 左右交换,每天睡前一次,两神停学,神停学在头部,但前发即正中指赏令,五寸。 方法,用拇指指指,安揉五十次,每天睡前安揉数次。 三百会学,百会学位于两耳间连线终点。 方法,用时觉,中指指指,安揉百会学五十次。 四内观学与圣门学,内观学在万恒文上两寸,前臂齿摇骨之间,圣门学位于万部,万恒文小指侧长后,锐骨凹陷处。 方法,左右手交替用大拇指点,按内观学与圣门学各三十次。 硬按揉时不感到酸痛为佳,每天睡前按一次圣门学,五足三里学,足三里学在小腿外侧,外心眼学下三寸,距近骨前缘一横指。 方法,用时指,中指指腹交替按揉上侧足三里学五十次。 水位指押可以每日如做眼袄电操一样在睡前进行,配合泡脚,多可安眠无忧。 正如师中所说,主人劝我洗昨年,到床不复温中骨。 每天临睡前用温水泡脚十五到三十分钟,也可加些粗盐。 水量没过脚踝,最好打小腿位置,烫脚时随加热水,先温后热,使足部烫得发红。 然后静坐在床上,温柔搓脚心,以搓热维度,再进行学按压。 假饮食日,可以悠然入睡,饮食又节,饮食多少,一家有缘解饮自然疲借,少餐必定神安,又说不安身之本。 必自于食,不知食一折,不足以存生。 因此,晚餐一不宜过饱,二不宜过少,过饱自为中账满不适。 影响睡眠,过少则可能因饥饿而醒。 二吃什么? 此外,研究发现,还有一些食物有助年作用,可以适当食用,如小麦、鸡蛋、猪脑、猪心、牡蠣肉、海参、蜗具、芹菜、桂圆、大鳳、银耳、木耳、百合、葵花子、核桃、蕾芝、莲子、香蕉、苹果、桑葚等。 尤其晚餐可是量尽食于肉、蛋挤奶制品。 现代研究证明,服用这些食物有利于次胺酸的合成,进而促进五强次胺的生成,有利于睡眠。 三合时吃,现代医学讲三餐,早餐吃好,午餐吃饱,晚餐吃少。 但其实除了每餐吃多少需讲究以外,中医还讲饱食级握,懒生百病。 对于睡眠来讲,和食吃最重要的晚餐也很重要。 宋朝时有种说法是末食身后饭,只晚五点以后就不吃饭了。 但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变化,夜生活增加,晚餐时间可以稍向后移。 需要注意的是睡前六小时,不要喝喊咖啡因的饮料,睡前两小时不要饮酒,晚餐即刺激性也食, 如浓茶、辣椒、胡椒粉等。 初饮食有结外,夜料体聚有长,量成按时入寝定时起床的习惯。 晚间十点到清晨流点是最佳的睡眠时间。 白天还要坚持必要的体育活动或力所能及的运动, 因为体育活动可改善情绪从而改善睡眠。 在失眠期间最好不要午睡,睡前要避免剧烈运动,以免过分兴奋或老心。 当然,想要拥有良好的睡眠,还有诸多其他条件,如舒适的枕,平坦的床,温暖的背, 但最主要的还是要有良好的身心状态。 这也正如虎实所言,大惊不媚,大忧不媚,大伤不媚,大病不媚,大喜不媚,大安能媚,何故不媚, 战于有泪,何故能媚,心于无事。 因此,在失眠时不要首先考虑吃安眠药,而是要首先寻找到失眠的原因, 又针对性地进行调整,同时结合上述非药物疗法。 真正做到改善睡眠不靠谣,一较嫌棉百病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